球场风云多变化,精彩赛事抢先说 大家好,我是球老师 在正门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 詹姆斯报不满,民宿略有保留 每每报六换一,火箭遇火重生 北京时间1月17日 NBA常规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各支球队都在为季后赛席位而私上 经过一个月的进程 各支球队可为几家欢喜几家仇 既有年轻球队逆流而上 也有豪门球队跌下审坛 竞技体育的魅力在这座舞台体现得淋漓尽致 甚至伤病以及不确定的更衣式矛盾 都将充斥着这座充满惊喜与意外的舞台 给这座充满传奇的舞台 带来新的血液以及不确定的传奇色彩 胡人作为一支豪门球队 新赛季战绩不佳 即使詹姆斯在戴维斯受伤后 再度打出历史级别的状态 依然无法改变胡人的颓废 面对76人的比赛 选择暂停布置战术 而是任由威少单挑 执行最后一次进攻 作为球队三浪家 竞技状态大幅度下滑的威少 他在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寻找詹姆斯 而是立功心切 想当超级英雄 但面对恩彼得的防守 威少无功而返 尽管威少赛后对裁判颇有不满 但这种毫离之间的球 裁判自然会让运动员决定比赛 近日 洛杉矶时报记者乔万 布哈最新报道 勒布朗 詹姆斯对胡人队现状极其沮丧 除开队管理层 无所作为表达了失望之外 还不满意教练组的执教工作 很明显 詹姆斯对于哈姆 关键时刻部选择布置战术的行为 极为不满 毕竟作为球队绝对的领袖 詹姆斯才应该是 执行最后绝杀的那个人 即使选择传球给队友 球也要经过詹姆斯的手 从而完成助攻益或者绝杀 但哈姆显然没有给詹姆斯任何机会 也许在面对独行侠家实在平凡打铁后 哈姆对于詹姆斯关键时刻的能力丧失信心 但即使如此 作为领袖 哈姆的行为依然引起詹姆斯的强烈不满 并以此再度引起更衣式巨大的矛盾 毕竟 以结果论 哈姆一意孤行 选择让微少绝杀比赛的方式并没有得偿俗愿 甚至令胡人再度输掉近在咫尺的比赛 令胡人无功而返 这种情绪如果持续发奖 在胡人看不到夺冠目标后 詹姆斯即可能主动申请交易 毕竟 詹姆斯已经明确表示 生涯末期将为总冠军而前行 显然 留在胡人已经令詹姆斯看不到任何夺冠的希望 离开球队寻求新的夺冠之路 对于詹姆斯将是最好的选择 况且 詹姆斯对于胡人迟迟不愿意用手中的两个首轮牵引员的方式也极为不满 胡人的不作为 已经令詹姆斯感到失落 如今哈姆与詹姆斯再度离心离德 矛盾不断爆发 两人冲突不断 这名历史巨星距离离开胡人已然进入倒计时阶段 约基奇作为两届常规赛MVP全能超级球星 一度令人震撼 也一度刷新次轮秀最伟大的成就 等赛季 约基奇依然表现出色 也令爵士战绩高歌猛进 约基奇在近日更是完成对于魔术的绝杀 再度展现出这名年轻人超级强的个人能力以及出色的大心脏属性 是一名刊当大任的超级巨星 近日 凯尔特人民宿接受采访 谈到是否认为约基奇是联盟最强球员 加内特说 我没法这么说 因为约基奇的防守不够优秀 他在防守端的影响力不如 比如说杨尼斯阿德托恐怖 我没法说他是最好的球员 只能说是其中之一 他对防守的影响力不如杨尼斯那样 显然 加内特对于约基奇的方式依然持保留意见 的确如此 相较于字母哥炸裂的运动天赋以及超强的护矿能力 约基奇在防守端慢三步的防守以及懒散的防守意识 确实与字母哥相差甚远 这也成为加内特不愿将其归为历史最强球员的重要因素 赢选 约基奇一旦将防守提升历史顶级表现 这名令人不可思议的超级球星 将成为历史绝无仅有的存在 也将成为联盟的宠儿 美眉报五换一交易 活剑宋大理猛龙联手年轻球星 猛龙作为一支冠军球队 在伦纳德·罗瑞相继离开后 猛龙开启重建之路 作为一支防守起家的球队 猛龙选人的标准也极为苛刻 喜欢运动能力出众 身高必长的灵活性风险球员 这也令猛龙阵容高大运动能力出色 但由于年轻人巨多 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超级球星 这也令猛龙始终无法在季后赛之中有所作为 通过交易令球队产生新的改变 令球队开启新的征程 对于猛龙早日复苏将是巨大的提升与利好 也将对于猛龙重建提供必要的支持 有利于球队获得新的希望与期待 近月 每每爆两 猛龙 火箭正在为自由市场上 关于格林等球星的交易方案进行沟通与协商 具体方案如下 火箭得到西亚卡姆 猛龙得到戈登 肖波特 史密斯 2027年首轮前 2029年首轮前 对于火箭来说 西亚卡姆的到来 可以给球队整体实力带来巨大的提升 作为一名冠军风险 西亚卡姆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 以及出色的投射能力 是一名堪当大任的年轻球星 他的到来 可以提升球队整体实力 一旦格林与西亚卡姆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 球队绝起将指日可待 火箭也有望卷土重来 毕竟 作为一名超级球星 西亚卡姆拥有大心脏的属性 可以助力球队提升打硬仗的能力 给球队阵容深度 以及整体实力带来巨大的提升 令球队有望复苏往昔的荣光与辉煌 令球队实力大幅度提升 给球队也将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令球队有望再度复苏 甚至重塑荣耀时刻 这比较易对于猛龙来说 小波特的到来 可以提升球队后卫线整体实力 作为一名年轻球星 小波特不仅正在持续成长中 出色的天赋 以及不俗的得分能力 既可以提升球队整体实力 也可以为球队储备年轻力量 史密斯作为年轻球星 尽管本赛季并未打出令人期待的比赛 作为一名天赋出色的球星 史密斯依然值得期待 哥邓作为板邓匪徒 可以提升球队整体实力 令球队在聚争冠实力 两个手轮签 可以为球队储备更多的年轻力量 为球队储备更多筹码 加速球队的重建之路 球队即可以冲击总冠军 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年轻力量 为日后崛起储备年轻力量 可为进退有度 可以令球队在争冠的路上 也拥有更多的年轻力量 为日后储备筹码 骑士乐即胜被76人坐收于力 沃伦作新决定 每每报四花二交易 北京时间1月18日 NBA常规赛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各支球队都在为季后赛席位而撕上 经过一个月的进程 各支球队可为几家欢喜几家仇 既有年轻球队逆流而上 也有豪门球队跌下神坛 竞技体育的魅力 在这座舞台体现得淋漓尽致 甚至伤病以及不确定的更衣式矛盾 都将充斥着这座充满惊喜与意外的舞台 给这座充满传奇的舞台 带来新的血液以及不确定的传奇色彩 在雄鹿 76人 凯尔特人相继遭遇自某哥 杜兰特 布朗伤病困扰之后 在对战提湖的比赛中 尽管骑士赢下比赛 骑士当家球星米切尔 却在于提湖的比赛中遭遇伤病 并提前退赛 具体情况并不明了 也给球队战绩将再度蒙上一层巨大的阴影 东部前五的豪强球队接连遭遇伤病困扰 这也一度给76人巨大的利好 作为一支豪门强队 76人近期度过球员伤病的困扰 兵强马壮的76人 可谓在东部前五名独善其身的超级强队 近期 76人更是在双聚的合力下 战绩不断提升 米切尔的再度受伤 无疑给76人巨大的利好 目前骑士与76人战绩相同 但米切尔受伤后 76人将其拉开 并追近熊鹿与狼王也将指日可待 在这样的关键节点 76人逆流而上 晋升东部前二名 甚至向凯尔特人发起冲击 也将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狼王作为一支豪门球队 在杜兰特受伤后 球队战绩不佳 接连不敌凯尔特人 雷霆遭遇两连败 在76人虎视眈眈之后 球队东部第二名的战绩 再将变得岌岌可危 甚至跌下神坛 在杜兰特受伤后 沃恩也是不断改变战术 并希望通过战术上的调整 最大限度的弥补杜兰特 缺战对于篮网造成的影响 在杜兰特受伤后 沃恩一度重任本赛季状态 波动较大的赛斯·库里 这也一度令这名库里家族的神射手 再度打出上赛季极致的表现 并成为球队在缺少杜兰特之后 又一名得分手 近日 沃恩公开表态 赛斯·库里什么都能做 他在欧文身边可以打出极致的比赛呈现 也可以助力篮网脱离困境 开启新的征程 很明显 急用赛斯·库里也将成为沃恩在杜兰特修战后 第一张王牌战术 赛斯·库里作为一名神射手 的确具备很好的灵动性 并拥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不仅可以投射三分球 两分球的威慑力也巨大 在面对雷霆的比赛中 赛斯·库里一度打出极致的比赛表现 甚至在欧文状态不佳时 成为球队第二个欧文 用极为灵活的脚步移动 接连帮助篮网紧摇比赛 也成为篮网最大的惊喜 作为一名林威寿命的教练 沃恩在篮网执教期间 一确展现出极为出色的能力 尽管杜兰特修战篮网遭遇两连败 但相较于上赛级那时的无能为力 沃恩显然在人员调整上更加积极 主动 能够在有限的人员安排之中 激活每名球员的潜力 令球队打出士气与激情 这对于沃恩以及篮网都将是新的利好 每眉报四花二交易 朦胧送大理快船迎范乔丹 快船作为一支豪门球队 新赛季战绩不佳 伦纳德打打停停的状态 一度令球队极为波动 沃尔作为球队最大的引员 整体效率已然不佳 进攻效率的低迷 也成为球队战绩不佳的重要因素 通过交易将状态不佳的雷吉等老将送走 令球队再具争贯实力 对于快船卷土重来将是新的开始 也将有望令这支豪门球队在杜绝处逢生 开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之路 向着总冠军而前行 近月 媚媚爆料 朦胧 快船正在为自由市场上 关于杰克逊等球性的交易方案 进行沟通与协商 具体方案如下 快船得到特伦特 范弗利特 朦胧得到小莫里斯 雷吉 杰克逊 约翰 沃尔 2028年的首轮签 对于快船来说 特伦特作为一名年轻球星 正在处于成长期 特伦特的到来 也可以给球队带来巨大的提升 令球队威慑力俱增 稳定的投射能力 以及不俗的运动天赋与巨大的冲击力 也可以令快船整体实力提升 给球队带来新的生命力与战斗力 范弗利特作为一名冠军球星 大心脏属性可以令球队在关键时刻威慑力提升 作为范乔丹 范弗利特具备极为出色的得分能力 尽管防守不佳 但一旦打出极致的进攻表现 范弗利特可以给快船带来巨大的提升 令球队整体实力得到巨大的提升 给球队卷土重来 再具争贯实力 带来巨大的提升 也将令快船再度具备超级强队的实力 这比较易对于猛龙来说 得到小莫里斯提升球队内线整体实力 令球队内线的软肋得到提升 雷吉作为一名老将 经验丰富 一旦再度达出巅峰表现 可以给年轻人提供巨大的成长 助力球队早日完成复苏 沃尔作为一名老将 依然具备球星的实力 可以给球队整体实力带来巨大的提升 一个手轮签 可以令球队积攒更多的能量 储备更多的筹码 为球队的崛起储备更多的年轻力量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